南分局在今天上午8点多 接获通报说 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南下扎道口 由耗制灯杆被扯坏 远警调阅监视器发现 原来是一名罗姓男子驾驶着硬影车 经过的时候 电动繁布干突然间升起 勾到了耗制灯杆 造成了灯杆倾斜 不只有这一处 在另外还有两个地方 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警方除了开阀之外 后续也要向这名驾驶索赔 监视器还没拍下 早上8点多 国道3号香山交流道南下扎道口 车流量不少 一辆义影车开过 没有想到一旁的耗制灯杆 也跟着青岛变成了这样 耗制灯杆瞬间变成了弯腰灯杆 39岁的罗姓义影车驾驶 也急忙将车停在路边下车一看 才发现原来是电动繁布杆 故障惹的祸 义影车自动繁布杆不剩 故障自动升降之后 进而回损到了耗制杆 影车的电动繁布杆因为故障 突然自己升起 车子开过去勾到了耗制灯杆 拉扯造成倾斜 而且还不止这一处的耗制灯杆被扯坏 同一路段还有另外两处 这个耗制杆的部分 也是因为该车有产生这个 撞回损的显示 由于三处的耗制灯都毁损发挥不了作用 警方为了安全起见 除了赶紧摆设交通追警戒外 也在现场疏导交通 并且通知公屋段到场维修耗制灯 至于影车车主 除了得要赔偿耗制灯杆的维修费用外 警方也将会依法开罚 姐张新杰妙力报道